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6月10号 南都记者从听眼查获悉 美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佛山市美地公调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联合投资的广东美西科技有限公司近日成立 广东美西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 手机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 手机生产 电子产品 蓄电池 计算机软硬件产品 智能化产品技术开发等 这也意味着广东美西科技有限公司 隶属于美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那么这是否说明美地即将进军手机行业呢 南都记者采访美地集团 截至发稿 美地集团仍没有就此事进行回应 另外经检索发现 广东美西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施浩 曾经多次入选美地集团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有美地内部人士透露 施浩曾就职美地集团生活电器事业部 该人士表示 近日施浩确实在招募媒介运营 但是广东美西科技有限公司具体负责什么业务 其表示并不了解 不愿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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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